宝藏们 曾宝宜的人生藏宝图 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 包括宝藏来信 好句好书 还有我的旅行日记岁岁年 加入我们 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 对啦对啦 宝宜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 而且还有很多 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 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Midnight Laundry 我是书宇 今天的单集呢会讲到几个作品 总共有三个啦 就是天国大魔镜 然后别让我走 然后还有末世男女 为什么我会在开头 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三部 他们都有一些科幻 或者是想象的成分存在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呢 蛮多人会忌讳 被爆雷 所以如果你是那一种人 就是你只能接受 就是知道标题跟作者 然后就要马上开始看的话 那你可能比较不适合听这一集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接受 听我介绍这三部作品的特点 还有为什么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 然后听完之后 你可能也会想要自己去看看的话 那就希望这集大家听得开心 就是有一个防雷线啦 对很怕有人想说 哎来听听看介绍 结果听完之后觉得 哎你把雷都爆完了 不过我自己的标准就是 我会先去那些卖书的网站 稍微看一下他们的文案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我觉得是雷的东西 那个卖书的文案里面 早就提到了 所以我想说 我今天讲的东西 应该也不会太 就是把书的什么精华 全部讲出来 并不会因为你听了我的这一集 就会失去观影 或是阅读的快乐 所以这一集的目的呢 还是希望聊完这些作品之后 大家会有抑郁 去把这些东西 自己好好的在家里享用 这样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一集 开始之前呢 先来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我会想要录 今天这一个主题 主要就是 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Tata呢 她就是 常常会看一些 很好看的作品 然后看完之后 就会跟我分享 反正我们就是会聊 很多追星啊 然后看作品有的没的 所以如果Tata 你现在在听的话 I love you 那总之就是她前阵子 从美国回到台湾 然后就非常难得嘛 所以我们就有见面 然后在见面之前 她就有跟我说 她非常非常想看几个作品 因为那些作品 是在台湾的Disney Plus 上面才可以看到 因为就地区有限制嘛 然后有一些 VPN也没有办法 很好跳转 所以她就想说 她来台湾的这几天 她就一定要看 几个就是台湾区 才有的限定作品 那她当时就有提到一部 叫做天国大魔镜的动画 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看 这个作品 主要是因为 我在Threats上面 就偶尔会看到一些动画 或是漫画迷 推荐他们 觉得很赞的作品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人转贴了一篇文 然后他其实就只是 放了一张剧照 然后写说 哇 这个动画真的太好看了 但是我就马上被吸引 那个剧照就是一个 有点像机器的荧幕 然后上面写着 谢谢你让我 以人类的样貌死去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惊讶 想说 诶 是什么东西 好想看 然后那张图片 跟那个文案 就马上炉获了我的心 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 想看的 那各位就是 如果你是喜欢 动画跟漫画的人 我还蛮推荐 大家可以去Threats 因为我发现 还蛮多人在上面 会一直推荐作品 或是有一些 蛮不错的讨论串 这样子 我觉得在上面 搞不好你会发现 很多同道中人 然后我在上面之前 有被推坑另外一部 叫做 优果的莫里亚提 就顺便来跟大家 分享一下好了 反正优果的莫里亚提呢 那时候我会被推坑 也是我看到一个 Threats上面的人 我也不认识 那反正他就是发了 也是一张剧照 然后图片上面 有超帅的两个角色 然后他就写说 我拜托你各位去看一看 然后我想说 什么东西 我就马上被说服了 我朋友就说 要说服你好简单 然后就一张图 然后配一个超浮夸的文字 你就会想要去看 那总之我是因为 觉得那个图片很吸引人 然后再加上是那个标题嘛 因为优果的莫里亚提 你一听就知道 他一定是 跟富罗摩斯故事相关的 因为莫里亚提 就是富罗摩斯故事里面的 大反派嘛 然后通常就是会被描述成 就是可能是什么犯罪首脑啊 天才犯罪家啊 那我就很兴奋的 把这个故事点开来看 然后我就很喜欢他的切角 因为他的切角是 以莫里亚提一家人 就是他在讲的是 莫里亚提三兄弟 他们为什么会成为 所谓的犯罪顾问 然后他们跟富罗摩斯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他等于是完全翻转了 那个视角 那也完全翻转了 柯南道尔他笔下的形象 所以莫里亚提呢 他们三兄弟都非常的帅 我个人最喜欢大哥 不过三位就是都帅渣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会用 自己的想象力来解释说 莫里亚提 为什么家里会有三个人 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想要 去做这一件 那么危险的事情 他们对于这个城市 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标题叫做 优国的莫里亚提嘛 所以我觉得他的 这个视角真的太赞了 因为莫里亚提 他变成了一个 非常有血有肉的人 他当然做出了很多 令人法指的事情 可是他的这些 法指的作为 都有被很合理的解释 我不知道这样讲 会不会很荒谬 但我觉得他把福尔摩斯 塑造成一个 好像是莫里亚提 看上的对手 然后他给他出考题这样子 所以反而 福尔摩斯的角色 在优国的莫里亚提里面 变得有一点可爱 甚至说有一点 小天然呆的感觉嘛 那如果你本身是 超级狂热的圆柱粉的话 可能会小小不开心 因为他 是翻转了一些 圆柱里面提到的特色 可是我觉得 身为一个 喜欢福尔摩斯的我来说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很新鲜 而且就每个角色都 超级无敌 霹雳帅 连华生都帅渣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帅哥控的话呢 就是鸡推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动画 优国的莫里亚提 我觉得故事 就是很有趣精彩 然后角色刻画的也很棒 好 总之 扯远了 反正呢 就是因为 我在Threads上面看到 有人推荐天国大魔镜 然后还有我的朋友 Tata 他也跟我说很想看嘛 结果过了几天之后 我这个朋友就 传讯息跟我讲说 诶 我看完了 天国大魔镜 真的超好看的 然后那时候 我人在韩国 所以我就心很痒嘛 想说 真的好想看哦 可是我人在韩国 没有办法追 然后我在回城的时候呢 又因为饱受 那个肠胃炎之苦 我也没办法追 所以我后来 大病出狱之后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说 我一定要赶快 把天国大魔镜看完 然后当时 第一集跟第二集 我是跟我朋友一起看的 因为当时 我就是跟我朋友见面 然后他就说 诶 我可以陪你重看 一二集这样子 然后在看一二集的时候 我的兴趣就被挑起来了 因为天国大魔镜呢 他主要在讲的就是 在一个有点像是 末日之后的日本 然后有一对小朋友 他们在路上探险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 你会很好奇 想说 诶 为什么会有两个年纪 看起来很小的一个 感觉好像差不多 18岁的女生 然后配上一个 15岁的男生 然后为什么他们会 就是在路上 然后感觉好像 在寻找着什么 然后好像在朝着 一个地方前进 可是路上 又会遇到很多危险 那后来你会慢慢发现说 其实呢 他们在寻找一个 叫做天国的地方 主要他们会一起作伴 是因为这个男生 他要前往天国 然后这个女生 是他聘请来的保镖 等于是可以帮他 就是处理路上的一些麻烦事 虽然这个男生 他本身也很会 就是打架之类的 然后再看下去 你会发现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末日 并不是因为什么人类啊 把地球给搞坏了之类的 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突然出现了很多 会吃人的 类似食人兽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形态 都很不相同 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 啊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那种很 反乌托邦 就是政府控制这个世界 然后这个世界 变得很腐败 而是因为大家都受到了 这些怪物的威胁吗 所以一开始的困惑点 就在这里 你会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怪兽 然后又为什么 地球本来好好的 世界本来好好的 为什么会突然 蹦出这些东西 然后把世界搞得一团乱呢 是彗星撞地球 带来很多外星生物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有人研发这些怪物呢 那在你看一看之后 你就会发现 他的视角 马上就跳准到 另外一个 我个人超级有兴趣的 一个环境 就是一间学校 然后这个学校 就是看起来 非常的高科技 然后感觉里面 所有的东西 都是智能自动啊 然后机器人操控的啊 然后里面的所有小朋友 都穿着同样的制服 然后你会很快发现 这间学校里面的 性别气质 非常的模糊 所以这个也是第一个 就是抓住我眼球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好像一切都是非常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自由吧 就是感觉这些小朋友 都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 然后画画啊 跳舞啊 唱歌啊 跟彼此作伴啊 然后他们的性别气质 也是会让你有点 判断不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哇 这是一个 类似乌托邦的地方嘛 可是又因为学校里面 很多机器 然后感觉他们的生活 还是有一种被 那种水泥墙监控的感觉 所以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综合感受 所以在看天国大魔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就是不断地在 这两个地点跳来跳去 然后你也不知道 时间点是并行呢 还是有先后顺序 一直到看到第一季的 可能比较后半 可能有没有到10 11 12 我才开始在某一个瞬间 把这两个地点串起来 如果大家没有串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第二季 他会比较详细的解释 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去看漫画 或是去看维基百科的角色介绍 你也会很快的可以抓到 就如果你不怕被爆雷的话 那总之我觉得 统整下来 天国大魔镜 他的有趣之处就在于 他有很多很多的悬疑点 可是我觉得除此之外 他最棒的地方是角色的 个性还有他们的经历 都很迷人很迷人 那我觉得尤其是角色之间 他们的情感关系 其实蛮复杂的 就是也会有很多 就是谁爱上谁 谁喜欢谁 可是他那个不是走纯爱路线 我觉得他在探讨的是 当我们今天性别气质上 让人觉得很 所谓的不明的时候 你要如何去打破你的自我认知 然后判断说 我到底是对这个人有爱 还是我对这个人是喜欢 然后甚至像我在讲的 那个就是学校的设定里面 他们感觉是刻意创造了一个 没有性别 或者是没有性别认知的一个世界 那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这些小孩子 他们有没有能力去探索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故事 在聊的一个主题 然后我觉得它让我 看到一点欲罢不能 因为我很想知道 他们之间 到底是如何产生这些关系的 又或者是他们是如何 看待彼此的 就是会觉得 这些小朋友 好像有一点被当作大人的实验品了 这是我的猜测 因为这个故事 其实现在还在连载中 但是当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 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大人 他们经历过了 就是残酷的世界 或是丑陋的世界 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心 已经没有办法归零 或是重整 所以他们想要创造一个 天堂般的地方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 把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 让这些小孩来帮他们完成 不过事到如今呢 我们还不知道 就是男主角 他想要找到这个天国 到底是不是 我刚说的那间学校 因为其实他这整部剧 真的太多疑点了 然后又因为 那个男女主角 他们在冒险的那个末日世界 感觉一切东西 都已经被炸毁了 或是早就已经变成一片荒芜了 所以你看完第一集之后 你会有更多更多的困惑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后来就要跑去看漫画 然后慢慢的去理解说 这个天国 它到底指的可能是哪一个地方 那在这边呢 也希望大家就有机会 可以去Disney Plus上面 看这个作品 我不知道我刚介绍的好不好 那可是因为他这个故事 还在发展之中 所以就有太多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 很完整的去讲说 我的想法是什么 但总之我觉得目前 看动画家漫画到现在 我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作者 他超级喜欢扑梗 就是他可能前几话 或是前几集提到的 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 他会在后面 就是直接呼应 甚至我觉得在漫画里面 是最明显的 就他可能会简单提到一句话 然后后面会完全呼应 这个角色做出来的行为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厉害的 那就很建议大家 如果有被这个故事吸引的话呢 看完动画 可以再去细细的追漫画 然后看一下作者 所安排的那些 前后呼应的小细节 这样子 然后也是因为 我在看天国大魔镜的时候 看到了就是很多关于 好像想要使用科技 或是人类的力量 去创造新人类啊 或者是创造新世界 这种概念嘛 那我就突然想到 另外两本 我也很喜欢的书 虽然它们里面 只有很小部分有类似 但是就意外让我觉得 它们在核心概念上面 有碰触到一些相同的议题 那第一本我想要讲的是 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 叫做别让我走 是石黑翼雄的作品 那石黑翼雄 就是在英国非常有名的 一位日裔作家嘛 那我个人看过它 蛮多本书 然后目前最喜欢的是 别让我走 因为我觉得别让我走 它的故事非常的直白 可是它在直白之余呢 却可以描绘出一个 让你无论怎么回想 都觉得非常深沉 而且惆怅的韵味 也就是说 就算你知道 这故事要讲什么 它也完全带步走 石黑一雄文字的魔力 也是因为这一件事 我有特别去确认 网路上到底透露了 有多少的剧情 结果发现 网路上的那些书的文案 根本把所有的剧情 都讲出来了 所以我就放心的来介绍了 好 所以别让我走这本书呢 它在讲的就是 复制人的故事 我觉得它的这个 故事设定非常特别 因为你在一开始 你就是会看到 在英国有一间寄宿学校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学生 然后他们平常就是 上课啊 然后彼此交流啊 也会谈谈恋爱啊 跟老师互动啊 然后在那个 什么宿舍看书啊 就是过着 好像跟大部分人 都差不多生活 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发生 可是呢 他们在学校 就常常会做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例如说 他们不断的需要 产出艺术创作 而且他们的创作呢 就是会常常 需要被神视 就是老师们 跟大人们 好像都很期待 他们可以创作出 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之间也会有很多 复杂的爱恋关系 那你故事看一看 就会觉得 他们的生活 好像很平淡 但中间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吊诡 就是一般寄宿学校 都会有什么呢 就是放假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被家人接走啊 或是你会离开学校啊 可是他们都没有 这样子的体验 他们的生活 就是永远都在学校里面 他们跟外界 是完全没有联系的 那这件事情 就是会让 一开始你在读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 他的故事 在讲什么的话 你就会开始想象说 他们应该是被关起来了吧 那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为什么 我会想到天国大魔镜 就是会觉得 好像这是一个乌托邦 可是同时又觉得 好像是一个 被锁起来的乌托邦 你们可以待在这边 过着快乐的小日子 可是绝对不能出去 那我觉得 别让我走他 最阔的地方就是 这些小孩子 他们其实都知道 我们好像不能出去 可是他们好像 也没有真的想要去反抗 或是觉得说 我们要知道外面的世界 我们是被禁锢的鸟儿 就他们不是这样子去想的 可是他们当然 对于人生 有很多的困惑 那后来他们终于有机会 可以到真实的世界 去走跳 去跟不同人 讲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事情 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就是当这些人 他们遇到了 所谓的路上的 一般的行人 或是一般的人类的时候 他们开始发现 自己内心 或是他们开始怀疑 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其实我刚刚也说了嘛 他们是复制人 他在讲的是复制人的故事 那这些复制人 他们跟真正的人类 差在哪里 那真正的人类 又是如何看待 这些被复制出来的人呢 那他们最后的人生走向 又是如何呢 他们可不可以去 接受自己的命运呢 我觉得这都是这本书 想要去探讨的 很大的重点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想到说 今天复制人 他如果知道说 我被做出来 不是因为 有很多人在期待 我这个生命降临在这里 然后可以享受 我快乐的一生 他们可能想要的是 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会不会气的 想要就是造反啊 或是把人类杀光啊 对吧 那我觉得时黑一雄 他描绘这些复制人的 心境转变 又或者是说 他们如何领悟到 自己的命运终点 在哪里的那个过程 是可以说很温柔 但是同时也会让你觉得 有点好像喘不过气 然后有点被压迫 我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 你必须要去泯灭 这些人的人性 你才有可能 把他们当做一个 社会上的他者嘛 就是明明我们拥有 同样的器官 同样的外表 同样的大脑 他们也会谈恋爱 他们也会创作 他们也会写东西 但是为什么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呢 那我觉得 时黑一雄 他探讨到 就是人类如何去 彼此斗争 关于要不要有复制人 或是我们该如何 对待复制人的 这个面向 他真的写得 很好 然后也会让人觉得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 我们真的会踏上一个 在道德上面 可能万劫不复的境界吧 那如果大家不想要看 文字版本的话 其实他也有被翻拍成电影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电影 我记得我之前 是不是有在Podcast分享过 如果有的话 我的记忆力实在不太好 就请大家见谅 好呢 总之这本书 我真的是非常推荐 然后我觉得他跟天国大魔镜比起来 可能有更多的惆怅 因为天国大魔镜呢 他中间其实还是有穿插蛮多好笑的片段 就我觉得他在那个情节的风格调配上还蛮厉害的 就是虽然他在讲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无可救药的末日世界 然后大家好像都没有明天了 又或者是在另外一边 那个学校里面好像就是蔓延着一种 有点诡异的氛围 可是在这之中呢 总是会有一些 好像有点轻松的桥段 让你知道说 啊这群人还是人类嘛 那人类世界再怎么样 都还是会有一些 好像无厘头或是有趣 又或者是温馨 或是充满一点爱恋粉红泡泡的地方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石黑玉雄的话 他的文字其实不管是哪一本书 我怎么读 都会觉得他上面蒙了一层淡淡的忧郁的沙 可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也不会让你觉得很 就是卖惨卖杯 然后故意要你哭这样子 但你有可能就是读到小说 最后会不小心流下了 一两滴悲伤的泪 好那下一本我要说的呢 也是一本科幻小说 那这本书叫做《默示男女》 那他的作者呢 就是鼎鼎大名的 玛格丽特·艾特务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不熟悉的话 你也许有听过他另外一本书 叫做《石女的故事》 因为这本书有被翻拍成 好多季的影集嘛 我自己有看第一季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虽然就是让你全身会非常的不舒服 那玛格丽特·艾特务他的书 其实我自己看过之后 我都还蛮喜欢的 就是目前有看过的 我觉得故事都很引人入胜 然后也都会让你反思很多 那我记得我有看过 有人形容玛格丽特·艾特务他的科幻小说 常常都会聊一些 可能跟我们现在了解的社会 有一点点接近 那等于是说 你在看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你需要去了解很多 可能他背后的科学设定啊 或者说什么外星人入侵啊 他在讲的不是这样子的想象 他在想的感觉有点像是 如果今天这个世界在近30年内 突然分崩离析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像是《使女的故事》里面 讲的那个社会 真的离我们现在的社会 就是他的那个时间点设定 并没有很远 然后他就在讲说 如果今天这个世界 被那种就是 非常激进的宗教组织给占领的话 女人有可能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 所以为什么那个影集 或是那本书会让人读了 或是看了这么的毛骨悚然 就是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 这样的世界存在 他没有荒谬到你会觉得说 啊这个一定要什么彗星撞地球 或是这一定要什么 奇怪的科技被发明之后 才有可能发生 并没有 今天只要有人愿意 世界就可以变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玛格丽特艾特务 她在创作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特点 那也是恐怖的地方啦 那总之默示男女呢 这本书我当时不是用看的 我是用听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体验蛮特别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去那个 Audible买有声书 如果你觉得你英文听力还OK的话 我觉得用有声书听的话 你也会听出一番滋味 因为他就会用不同角色的语气 去做对话 那废话不多说 我现在来讲一下 默示男女的这个故事梗概 那一开始 这个默示男女的开头呢 就是一个叫做雪人的男人 他似乎住在一个 像是废墟一样的世界 有没有突然觉得这设定 又很像天国大魔镜 那他也没有要特别去解释说 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废墟啊 为什么这个雪人 他就独自居住在这个地方啊 他都不讲 但他就是先叙述这个雪人 他如何在这个有点残破不堪 然后又充满危险的世界生活 因为他在那个世界里面 常常会遇到一些恐怖动物的攻击 而且这些恐怖动物呢 并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动物 他们都是动物加动物的混合体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猜到 应该是因为人类玩基因改造 玩到疯掉了 所制造出来的大混乱 因为里面可能就是会有什么猪 跟某个东西的综合体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会变成超熊 或是狗加狼啊 他们可能会咬你啊 然后超可怕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就是 跟他们打斗啊 或是躲起来等等等等 所以一开始呢 他就是先讲述这个雪人 那这个世界如何生存 然后接下来你会看到 另外一个更惊奇的景象 就是这个雪人呢 他就是会去跟一群很像人类 但是又不是人类的新人类互动 那这群新人类呢 你当然也可以想象说 啊应该是某人基因改造 玩一玩之后创造出来的新人 可是在一开始你完全不会知道说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有一个跟人类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长得很好看 什么样的肤色都有 可是呢 他们的心智非常的单纯 有点像小朋友一样 他们好像刻意被创造的 非常纯洁跟不安时事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行为也比较接近动物 就是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七情六欲 那该发情的时候就发情 然后该干嘛的时候就干嘛 然后呢 会乖乖听故事 乖乖的跟着这个男主角雪人 所以一开始他先创造了一个 这样的世界观 那之后呢 他会在别的章节 好像跳了一个时间线 突然变成了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世界 也就是大家会去上学 大家会去工作 大家拥有正常的家庭形态 这样子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个荒芜的 感觉末日 情景很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世界观里面呢 有一个人叫做Jimmy 那这个Jimmy呢 他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小孩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是他的父母呢 工作是跟基因工程相关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Jimmy 他如何经历到家庭发生了一些 奇怪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 他长大之后 又读哪一间学校 然后又认识了什么朋友 做了什么工作 然后你会慢慢的 在这两个时间线转跳的时候呢 发现 哦原来 这两个时间线 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联系啊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跟听国大魔镜的叙事 模式蛮像的 就是他会一直在两个世界跳转 然后直到某一刻 你会自己拼凑出 这两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关联 那我觉得他这样的叙述手法 非常的让人毛骨悚然 因为你就是必须要自己去拼凑嘛 那你在拼凑成功的那一刻 你会知道说 等等 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 难道是发生了 圈圈圈事件吗 那我觉得 默示男女他最有趣的地方 其实不是我刚讲的 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 虽然这个部分已经很有悬念 很棒了 但我更喜欢的是 到底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创造出 所谓的新人类呢 到底是基于什么样子的心态 会觉得说这样子 心灵单纯纯洁的人类 可以取代我们这些 在地球上原本生活的人呢 那我觉得当故事 讲到这种所谓 想要创造新人类的时候 其实都会讲到同一个东西 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人 他必须要满怀着自大 又或者是对于人类的厌恶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常常会重叠在一起 因为有可能你是在人类身上 看到了很丑恶的东西 有可能你是甚至是在自己身上 看到了很丑恶的东西 但是你又必须要拥有强大的自信 以及自大 觉得说你的这个丑恶 可以套用到所有人身上 或者是说你愿意一意孤行的 让所有人就是葬送在你的手底下 然后接受这个世界 由新人类取代这样子 那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人啊 他都会有很强大的领导力 跟影响力 然后还有魅力 我觉得在 玛格丽特艾特伍的 《漠视男女》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你可以看到他是 如何一步一步的朝向 他理想的世界发展 然后在这之中呢 他又是如何跟他的好朋友 以及他的爱人 去做所谓的协调 或者是牺牲 或者是妥协 有鉴于在第一章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男主角雪人呢 他是在一个非常残破不堪的环境里面 跟这群新人类生活 你就会知道 其实最后这个所谓的自大 以及对人类的厌恶 你造成的是一场瘟疫 就是虽然你可能 拥有强大的自信 就是你可以创造出 一个新的世界 你可以成为新世界的神 可是最后你带来的 可能就只是一个 更破败的世界 以及是人 又不是人的 一个新的物种这样子 那我觉得玛格丽特艾特伍 他其实也没有要 去为给我们任何的教条 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不应该 创造新人类 因为原本的世界 老实说也没多好 那现在新的世界 它好不好呢 这个很难说 但是你可以从这种 感觉到非常凄凉的感受 因为这肯定不是 原本想要创造新世界的人 所期待的未来嘛 也正是这个凄凉 让我想到了天国大魔镜 因为虽然天国大魔镜 我还不知道结局 可是我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在 那一所被水泥墙 所盖起来的 高科技学校里面 我相信 也存在了很多人 所谓的自大 以及对于人类的厌恶 因为一定是基于这样子的厌恶 或者是对人类的 已经可能放弃了吧 然后再加上自大的心理 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创造出 比现在这个东西更好的 我可以成为这个新世界的领导者 我可以成为这个新世界的神 我可以让人类变成一个 更干净 更好的物种 这样子 那虽然说这样子的心情 在很多的作品里面 都有被阐述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作者 或是每一个创作家 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的观察 去呈现这些人性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让科幻小说 这么好看的地方 因为老实说 科幻的设定 有时候你看久 就会发现 真的蛮像的 不过不同的角色 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就很有趣 因为像 玛格丽特埃特务的 《默世男女》里面 她的角色其实非常的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两个男主角 他们是如何发展友谊 然后他们如何 在成长的过程中 改变自己 对于世界的看法 然后中间 当然也会有一些 爱恋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 那个爱恋的部分是 那个感情 我可以说是爱情吗 就我觉得 它是非常复杂 而且暧昧的 那反观 《天国大魔镜》里面 他在讲的是 青少年之间 他们的教育 或是他们的生活里面 是没有爱 或者是感情 这种东西的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来 教导他们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却会 自己发展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爱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在 爱的萌芽这部分 有描述了很多 然后还有 性的启蒙 这部分 他们也讲了很多 那我觉得 在《默示男女》里面 他讲的就是 比较偏人性的黑暗面 以及世界毁灭的 那个部分 但总之 我觉得这三部作品 他们之间 都有很像的地方 就是想要以人类的力量 去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尤其是在 《天国大魔镜》 跟《默示男女》里面 这样子的感觉特别深 那别让我走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 当这个世界 已成定局的时候 原本活着的人 该去如何看待他们 然后这件事情 他的道德界限 到底又在哪里 我觉得是 他的比较一个大重点 但总结来说 这三部作品 都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都很好看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 这种末日剧情 然后比较不是偏打斗的话 你应该会 被这三部作品圈粉 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要在这边大推 这三部作品给听众们 然后如果 你有看过的话 也欢迎跟我分享 你的心得 天哪我今天为了不要爆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介绍的好不好 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 然后如果你有很多 类似情节 或是类似概念的作品 想要推荐给我的话呢 非常非常欢迎 可以到IG来跟我分享 我的IG是 AndreaLynn 把我一一 那又或者是 你也可以到 Spotify留言区 分享给我 你的收听心得 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欢迎分享给你其他 身边喜欢听Podcast的朋友们 或是到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五星评论 我会非常非常的快乐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